据央视4月27日报道 在过去一个礼拜 新德里的新冠病毒检测的阳性率高达36%至37% 那么印度能否通过大流行来获得群体免疫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仅仅依靠新冠的自然流行 获得人群的群体免疫 其代价将是巨大的 由于新冠病毒传染性强 达到群体免疫大约需要80%的人具有免疫力 如果让一个国家约80%的人口靠自然感染获得免疫力 那么这个国家基本崩溃了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表示 即使印度现在马上加快疫苗接种也已经来不及了 更大的爆发还在后面 新一波疫情在印度已激进失控 印度卫生部26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过去24小时的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5.2万 连续第五天达到创纪录的高峰 累积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700万 据印度卫生部门预测 到4月底 北方邦 马哈拉什特拉邦和新德里地区 将成为病例新增最快的地区 预计到5月中旬本轮疫情达到峰值时 印度每天新增确诊病例将高达50万例 4月26日 据中国驻印度使馆网站消息 中国驻印度使馆发言人王小健表示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支持印度政府和人民抗击疫情 中方将鼓励和指导 中国企业积极配合 为印方采购各类所需防疫物资提供便利 向印方提供所需的支持和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